我今年是装币 从大一开始就一直是经营自己的淘宝店 我在给菲尼莫属投简历的同时 所有的店铺都不在营业状态 为什么 如果我再去做线上的工作 其实跟企业是起一个冲突的 如果说我去的是一个互联网企业 我是有自己的要求的 我是需要去做一条商品线 三位老师 在场的十二位老板 所有的朋友们 大家好 姓张 明俊桥 二十又四 张天佑的张 鲁迅的训 乔丹的乔 但是没有张天佑的乔 的才智鲁迅的文笔 乔丹的伟案 因此来到菲尼莫属的舞台 希望可以展现一个最真实的自我 四年的电商经历 带给我的更多的是 我觉得是自己需要什么 因此来到这里 我希望可以找寻一份 自己喜欢的职业 就是有关电子商务 或者职业培训师 或者营销方面的工作 也希望这一份职业 可以带给更多的人 一份普通的愿景和期望 谢谢大家 欢迎小詹 你好 欢迎小詹 小詹在上台之前 跟导演说 我要不要使全力 导演问他什么意思 他说我要是使全力 就没主持人什么事了 使全力 好的 我看你怎么就能让我 连说话的余地都没有 我还能让很多老总 没有说话的余地 好 非常好 小詹24岁 对 今年是本科毕业 对 刚应届毕业 应届毕业 对 有很多经历 对不对 有确实比较多的经历 05年代就高中的时候 我做的是20天的义去 20天的义去的 我的营收是 存收益是8000块钱 那从09年的2月份 到11年的2月份 我一直是在做 数码类的一个淘宝店铺 自己创立了一个品牌 是传统自乎品的一个品牌 生龙 人生入龙 人生入龙 对 然后在11年的10月末 等于就是11月初的时候 自己创立了一家公司 也是传统自乎品类型的 现在是做现象的 一个批发合零售 是吉林省 基本上数一数二的一家 好 你现在收入能有多少 一年七位数吧 近百万 对 超过百万的收入 对 是吧 那为什么来这找工作呢 这个问题解答一下好吧 因为我觉得我第一点 我自己去做发展的话 我永远一年的收入 也就是一两百万 我觉得可以是到一个 封顶的一个状况 但是我觉得我永远 做不了一个伟大的平台 而我的期望是 可以做一个伟大的平台 我觉得我现在我不缺钱 但是我需要找的一份工作 有可能还是一份高薪的工作 并且如果说是到一个互联网企业的话 我需要去做一条产品线的话 我需要这条产品去呢 期权 好吗 但是期权的50%的收益 我来做慈善 我希望到一个大的平台 去做一个更加伟大的事情 然后通过我做的这个事情 第一可以让我个人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营收的同时 也帮助更多的人 可能他有自己的独到之书 但是这属于在职场当中不太招人喜欢的那种求学者 因为一开始又摆出一副 我很厉害 我很厉害 我非常厉害的这样的一种架势 但是并没有展示出自己真正的本事 今天来是找一份工作 这份工作你现在怎么给自己描述这个职位 产品高级经历以上吧 产品高级经历以上 对 大概的薪金 一万五底薪加期权 加期权 对 我负责的产品线的期权 我不是整个公司的期权 一万五底薪加上你负责的产品线的期权 好 明白了 懂不懂的 来提问去 我觉得貌似你不是来找工作的 你是来谈合作的 一般人的职业规划是说 先职业期 然后再创业期 你貌似是反的 那我想问你 你在某一家公司打工 你的期望是什么 四年的计划是什么 从零做起 从一个普通的职员做起 高级运营的高级经理 他不是一个从零做起的一个角色 他不是 但是其他人不会给我这样子一个机会 我觉得你的心很高 但是不凡 我希望你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 好 谢谢曲伟 来 惠普 我想问一下 因为你提出这职位和这薪酬 对于互联网公司还真不算 像我们和58这样的大公司 然后我们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你在很多人经营淘宝 我相信在淘宝这个平台上 也会有很好的一个发展 你这个淘宝店做了这么多家 你做的最好家淘宝店 你刚说了收入 这个无从去溯源 你的级别做到什么级别 惯 惯 对 几惯 就一贯 就一贯是吧 但是我这三家店铺做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行业的第一 小伙子这个话 做收入产品 话说是有点水分大 这样子好吗 因为 如果 刘总 因为主要问题是 小伙子 主要问题是说 数码产品的利率很低 收入产品的利率稍微高一些 但是以你现在写的这个营业额 你是没法做到百万的收入的 您听我讲完好吧 数码产品我说了 我做的是国货产品 那就一台我可以赚300块钱 你就平均一台赚300百块钱 我一天卖30台 我一天就9000块钱 而且70万 我觉得是我反而我少写的 你就算一天卖30台 每一台你平均1400块钱的话 可是你是一个新的淘宝店铺 是吧 如果说你们对我的营收 有一个疑问的话 你们可以大体目去看一下 我的支付宝截图 营业收入到底是多少万 你们都可以看到 可以自己说 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的一个产品描述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我09年时候 做的产品描述 对比一下09年 当时同期的其他店铺 能不能做到这样子的产品 理解的为什么写 2011年新年快乐 那个是2011年 那个北美的 那个是09年 这个是 因为我是从 我的册里面写下来 稍等 所以你这三个里面 最左边的是09年的 中间和右边的是 11年的产品描述 对不对 对 来再看 有流量图是吧 这个是我的一个淘宝的 一个淘宝商城的一个图片 OK 来再看 还有吗 还有那个支付宝的一个截图 应该是 支付宝截图还有吗 那没有 好 来 咱们现在就奔着 互联网企业来的 是不是 对 实体去不去 实体不去 确定吗 确定 来 12位 就去互联网企业 第一印象 真讯条 逝去是流 选 随后离开 随东离开 这样离开 随后离开 四位离开 八位留下来 贴生为 随东怎么也走了 随东你是互联网企业 因为他的目标 主要是做电三 博士团新成员 崔东 虔诚无忧副总裁 虔诚无忧 是国内第一个 及多种媒介资源优势的 专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因为我们是做人才 中介服务的 所以可能他的情况 不太适合我们这个企业 好 月明 你好 小真 因为我们虽然是音乐 但其实也有 电子商务相关的 比如一人的衍生产品 这方面 你刚提到了 你最后一年的时候 你自己拿到的收入 一两百万了 我想问一下 最后一年 你的一两百万 是怎么样挣到的 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好 就这一年吧 这一年 森龙传统自物品的 纯收益 可以达到50%以上 因为森龙那产品 其实你根本不知道 它是真假 大家看到的 那个森龙礼盒产品 那一根人参 只值十块钱 你可以卖到 一千多两千多 那个盒子四十块钱 它是拿树根刻的吗 那也是参 也是参 原参 人工参 对养殖的那个 养殖神 你看他说是讲 我其实觉得特不道德 我现在觉得这一点特别道德 首先第一个我要问你的问题 其实我很少对一个人质疑 因为首先你现在 你就开始报你行业内的料 你把行业的底牌截出来 任何一个行业有行规 你把这行业底牌截出来 我不知道你将来 是不是这些行业混了 不但我觉得 它的利润太高了 所以我觉得报一下 我一直一直想问一个问题 你作为你收入已经达到七位数的一个人 然后你来求职求一万五 然后你想做一个伟大的事情 然后你还讲了一大圈故事 讲要做慈善 你既然能有个高收入 你很好的帮助别人 你为什么要再来到一个平台来求职呢 我特别不理解这一点 我觉得我如果说给58的建议 我可以让58多营收几个亿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给我齐全的话就可以了 就是我听了这么久 就是有一句话我还是要送给你的 就是这个人啊 走运的时候啊 他还是要想到倒霉的时候 所以你来到这个非你这个 莫属这个舞台上 我觉得刚才各位包子对你的 这个爱之深他责之切 给到你的一些建议啊 我觉得还是蛮中肯的 就是你刚才出了一个张图 里面讲到是浪沙孟娜 你做了一个官方的一个旗舰店 对吧 那么这些 那是你做的 据我所知 是官方旗舰店吗 它不是官方旗舰店 但是是我 我现在是孟娜的总代理 也是一个代理 总代理 一个区的总代理 我也在这个平台上第一次说啊 我想去做一个真制品的 一个品牌的一个组合店 包括你说浪沙也好 孟娜也好 这些所有的一个产品的一个组合店 实体店 对 然后去做加盟 让别人来加盟 实体店 对实体店 让别人来做加盟 对 那你今天 为什么要来找工作呀 哥 我现在 我就是想到店上去发展 你去做啊 我发现你满脑子 这也一个主意 那也一个主意 那也一个主意 你后脑都充满着主意 你干呀 没钱呀 稍等 你稍等 你稍等 你现在告诉我你没钱 现在 因为你缺钱 对 所以你放弃百万的收入 来干年薪十二万扩湖税钱的收入 哥 不是 我觉得 去到 比如说我去到这个地位 我去到58同城 我可以有发展的 我现在是十万 但是有可能一两年以后 那姚总可以真正的发现 我的能力在哪里的时候 我就不止这个薪水了 我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58现在在做一个手机端的一个产品 我要把线下的所有的产馆的菜单 就是报价 菜名 图片 拿到我们这个库里面来 你想两种方法 用一分钟的时间 把两个方法说出来 如果这个方法我认为靠谱的话 我会给你留顿 好 第一个方法现在58应该有一个资源 就是一个客服资源 通过客服 电话的去把这个东西去收起来也好 这是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通过 也是通过一个客服 也是需要去一个客服 但是可以从线上再去找一些资源 比如说你这个店 它有一个官方的东西 那么我直接可以从这部分里面 载过来一些 然后我再通过我的客服 只需要去找一个其他的一个小部分 好 各位 这个稍微我点评一下 这个它逼着我灭灯 它就相当于 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给你一分钟来回答 你用了十秒钟 几乎用大脑的原始反应 给了我两个极其不靠谱的结果 你这就逼我灭灯 对不对 我说实话 好吧 姚总 我在这个时间 有可能比较乱 我不能够想出来一些其他办法 但是我能不能够 就是请您可以给我讲解一下 应该怎样子去把这个 就是说所有的北京市的菜单 然后集中到五八童城上 不是这样 我给你讲解不了 因为他全公司调动起来 现在想不出办法嘛 不是 姚总是这样 这不是让你帮着想吗 不是 姚总是这样 不是 姚总是这样 他不是逼着姚金波 灭灯 他是打算聘用姚金波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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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是 我是真的不知道姚总 我是真的 其实你刚才说这么多 我真的觉得你不懂电商 你不要因为你经营了一两家淘宝店 卖到这样的成绩 在同学中你是能赚钱的 而且一年能赚百万 你就懂电商的 你是一点都不了解 了解只是皮毛 你离开淘宝你什么都不是 连产品经理根本就做不上 所以我给你 我很少在飞你的舞台上 去这么说人家 但是我真给你 希望冷水激行你 现在因为有四位离开 所以现在场上 还有八个人留下来 第二轮 如果你们的灯燃亮着 主动拳 转移到了小詹的手中 八位选择 还有三家留下来 分别是杰丽雅 还有士气家园 还有巨美优品 来听一下职位 杰丽雅 网上三层你也知道的 这个运营的专员 来 士气家园 我给他的职位是市场专员 好 市场专员 来 我给你提供的职位呢 是我们自由品牌 就是巨美优品牌 管理有限公司的 一个渠道专员 明白了 想一下 走上前去 把其中一盏灯灭掉 再见 最后来留下来的两家 杰丽雅和巨美优品 谈钱 来吧 因为你是应届本科生对吧 我一般都是给三千 你半年之内是没有提成的 网上双程现在运营专员是 它的底薪是三千五 但是它又提成 也有业界的提成 提成大概 现在是百分之一左右 既然是一个专员的职位 您就是说 如果说我选在您这边的话 能不能就是说给我 那么干脆我就 转了就全转 因为我真的不想去 再去做一个淘宝商城的一个专员 我宁愿去做一个实体的 一个方向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销售啊 还是什么样子 这个邱志的说到这个时候 跟黄海南又提出要实体方面的 一个转向的话 就会给老板们一个特别可怕的感觉 他到底要干嘛 他其实完全不知道 一切皆有可能 老高啊 我强调一句啊 我已经灭灯了 你不能灭灯 不不不 他在最后一个问题 说他要去实体店 那我绝对不会有这方面 你不能破坏我们的规则 刘慧弗 我觉得他破坏规则了 他前面说的话 后面说的话对不上啊 我说他是为了进互联网 这是我要说小詹的事 你先慢着登过 乖乖乖立赴 好 稍等啊 大家别裹乱 现在是两个职位 你可以不要 黄海南提供的职位 你也可以不要 刘慧弗的职位 或者你在两家里面 选择一个职位 但是在这种时候 大家是真的是针对 你前面的所有描述 给你提供的职位 对不对 然后你突然告诉黄海南说 我你提供的那职位不要 那我要去杰利亚 你能不能跟我换个职位 这真是非常罕见的 你到底要干嘛 你要做电商 还要做实体 不是 我只是说 想让我的经历 更加丰富一点 所以邵刚 我总觉得他是来谈合作 他不是来找工作 所以抱歉 他的一切说 他刚刚已经讲了 他说就让自己的经历 丰富一点 所以这只是一个 找一个机会 年轻人永远不要 把人家成熟的企业 当试验田 我从来就是说 是善意假定一个人 推断一个人的 我一直认为 你做电商做得很成功 你做到了百万以上的 以上的收入 就你个人的收入 这个 即使大家都有怀疑 我是不怀疑的 但是你现在 这样的选择 去了 电商你不做了 你要进一个 实体的公司 做实体的业务 而且是三千五的薪水 我高度怀疑 你是不是真的做到了 百万的收入 我直接问黄海南 海南 他现在跟你要一个 实体店的工作 你是提供不提供 我要做的还是 我们网上商城的运营专员 好的 所以 小詹 你可以选择 他们两个中间的任何一个 也可以不满意 选择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 思考一下 还是丛林做起 到黄中那里 觉得今天有可能对我来讲 是一个新的一个起点 因为我也许 对于我来讲 从来没有想过 最后选线上的 是这样子一个结构 九文评点 乱了进去 对 包括的那个姚总 最后一个问题 基本上我 我觉得我的脑子 真的是一片空白 我没有时间去想这个东西 对 对